Hello 大家好 莎姐 讓大家聽一段話 就是我朋友給我的 他也是我們這個陣營 大家聽聽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之前有個高官說 理論上應該夠用三個月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比平常用的速度快了五六倍 我以前在瑪麗醫院 有個舊同事在麻醉科 他昨天問醫生 其實那些醫療用品 消毒那些是否真的那麼缺乏 醫生說其實初初都不是 每個人都不斷催去 但是上個禮拜 發覺他們的消毒用品 口罩、防護那些衣物 是被人大量的偷走了 是偷了60% 而發覺在窩裡 有些醫務人員 是不斷地換口罩 和換那些保護衣物 是專門的 我真的覺得 整件事是那些黃絲做出來的 真的很卑鄙、很無人性 很會生氣他們 喪盡天良的 要天收 要不就偷 不偷 不停地換口罩 你便衝去不像 是不是這麼賤 那麼 另外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會否看到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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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22、21月 不行 再給你 全部拿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我剛剛看過鏡頭也應該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有個女生在那個 不知道拖廊到哪裏出來 就拿了一些口罩 用膠袋帶了口罩 然後等升降機的時候 又回頭再拿了口罩 那就沒有了 我不敢說那個是否醫院 我不敢說 有機會是 有機會不是 但感覺上這個應該不是我們平時看醫生的地方那麼公開 但也看到 就算不是醫院的 可能是一些公司或其他東西 那個一定是內部的 差在哪裏的內部 是醫院的內部 人家辦公室的內部 還是哪裏的內部 否則不會將口罩攤開來任用 一定是內部的 其實我不知道 有這段片的人 可能保安應該要報警 如果大家知道那裏是哪裏醫院 大家自己心中有所 如果不是的 可能是辦公室的 其實都看到有些人是這樣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可以這樣說 有時我們偶爾在辦公室的事實 都會用少少辦公室的資源 但你這樣在大家都缺口罩的時候 你這樣一搭拿 是很卑鄙的 如果你是醫護的話 就更加差 你要知道 因為大家都缺口罩的時候 你不是說 我拿一個我自己現在戴著用 出街 當然是這些人之常情 但你是拿了一整疊 我希望那些真的有做這些事情的人 希望你想清楚 捉不到你一次 不要再有下次了 就算別人捉不到你也好 大家都在這個時候 這麼缺口罩或者性 這麼恐慌的時候 你就增加恐慌 就是因為你們的行為令到大家恐慌 聽說一句 當政府說 醫護人員有足夠三個月的防護裝備的時候 大家是沒有特別的 但突然間高官說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只剩下一個月的裝備 只剩下一個月的裝備 令到市民都很恐慌 連護士他們都這樣 那我們怎樣 我想你們要搞清楚 你們令到我們恐慌 不單止令到香港整個環境經濟下跌 同時 香港經濟下跌 中國經濟下跌 也都影響到其他國家的 即是不要這麼天真 現在之前看過的報章就是說 紐西蘭要放生很多龍蝦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沒有辦法消費到龍蝦 大陸那邊也不會再消費龍蝦 因為大家都沒有心思出去吃 有錢也不會出去吃 所以它也是要放生的 但是從而就會影響到 紐西蘭那邊的那些捕魚葉 批發葉 同樣的 阿拉斯加長腳下 現在還有誰去酒樓吃 整個經濟是這樣 大家互相緊構的 當然 我覺得跟你說是浪費 如果你懂得這樣想 就不會散播這些謠言 不會散播這些恐慌 所以大家聽到了 其實醫護人員是足夠的 是他們玩到自己不足夠 裝模作樣 大家看清楚他們是甚麼人 記住聯署那邊 看清楚他們的面目 聯署那邊就請他們走 我們香港不需要這些人 你可以覺得保護不夠 你可以不上班 但你不要突然間要脅 用我們來要脅 你可以永遠不上班也不要緊 希望大家都盡快聯署 今次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